炒咖喱花蟹也是我家人最爱的一道美食 哇 好香奈子 今天分享炒咖喱花蟹 请帮忙订阅按赞哟 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哟 你们的订阅是我们的动力 谢谢啊 准备材料 大葱 小葱头 蒜头和姜都都碎 把花蟹处理干净 如果下游 把花蟹先炒一炒 加点葱和蒜一起炒 加点葱和蒜一起炒 炒到花蟹如点成红色就可以形成再叠 糖 原来 起锅烧油 用重火就可以了 葱 蒜和姜一起爆香 加入咖喱月一起爆香 加入糖 盐和鸡筋粉 加入辣椒 加入生抽 炒到香气出来 就可以放入花线一起炒了 用重火炒 加入咖喱粉 加入清水 炒的时候会分几次加入清水 如果喜欢干点的就炒干点 如果不喜欢太干就放多点清水 你自己喜欢就可以了 我大概炒了15分钟 加入鸡蛋 加入鸡蛋 炒一炒就能成蝶了 这时就能开大火炒一炒就可以成蝶了 炒好了 成蝶带炒了 成蝶带炒了 有喜欢吃花细的吗 不 nice 家人们我们下个视频见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